各家公司的年会陆续上演奖品,则让大家最为期待。 这部,一家公司的特等奖,火了真相,却让人大呼套路What? 待新休假一年,则则则简直就是家神仙公司啊。 网友们纷纷表示实名羡慕,甚至有网友哭着喊着,要把这个转给自己领导看看除了羡慕,嫉妒。 总算还有些网友失理智的他们心中,产生了小疑问,待新年假一年合法吗? 按职工待新年休假实施办法规定休假期限具体为,一职工累计工作,已满一年不满十年的。 年休假五天二,已满十年不满二十年的年休假十天三,已满二十年的年休假十五天你瞅瞅。 这办法里规定的最长年假,可只有十五天呀,怎么可能一年? 上海蓝白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录音表示,别担心一年带新假没毛病落叶解释。 职工待新年休假实施办法中规定年休假期限,是国家对于劳动者基本年休假待遇的一种脱底保护。 换而言之,起义给劳动者的年休假,绝对不能比规定的少如果起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。 给予员工更多的假期法律,是不禁止的,甚至是鼓励了一年带新假秒变一天,算不算欺诈网友们刚松了一口气,准备为这位中奖者鼓掌庆祝。 却有眼尖的王九,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奖品的颁发日期,是2018年12月28日,有校期的2018年12月31日,总共也就三天了。 然后12月30日,12月31日,原本就是元旦假期,这哪里是一年带新年假?明明只有一天好不好这算不算欺诈啊? 这个么小文以负责的告诉大家,不算。 录音律师解释说,公司用额外的假期作为奖品,是给予员工额外的赠予。 并没有额外加重员工的义务通常主办方,都会为奖品设置一些兑换条件。 有些会设计的比较明显,而有些就设计的比较紧闭不得不说。 这家公司的年会奖品,的确很有噱头。 但算不上欺诈算了各位,还是赶紧期待一下自己的年会来源。 新闻晨报SHXWCB